人活着,其实就是在经历人际关系的互动,生活中,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收到过别人的帮助和提携,人心都是肉长的,也许从此两人交好,但是某一谈因为一些小事,或别人的挑拨离间,关系就破碎了,从此变形同陌路,也许,平凡的我们,都会犯同样的错, 别人对你好十次,第十一次没有满足你,就觉得对方没那么善良了,其实做人真的不应太贪婪,别人对你好,是勤奋,不对你好是本分,如果别人在你困顿的时候扶了你一把,你也许很快忘记,但是别人害了你一次,你总是记忆犹新,甚至之后对方再对你怎么好,你都会觉得他别有用心,做人 就是会犯这样的错,别人的好,很容易忘记,别人的不好,却总是历久密心,其实,这种人,城府是很小的,不够宽容,在不放过别人的同时,也让自己很痛苦 常言说,悲恨的人,并没有什么改变,反而痛苦的是恨别人的那个人,毕竟曾经帮过你,因为一点小事,不能忘记别人的安泽,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之辈,这样的人,不值得被人同情,也不会被善待 当然,别人背后伤害你一次,两次可以不予计较,但是一直以为你是好欺负的那就要以牙还牙,连本带利还给他 人生就在世上走一回,不必太忠拥之道,佛系行为也并不可取 很多事实证明,你越谦让,反而人家认为你好说话,慢慢的就不把你当坏事儿,很多事都是,只要你不反击,就会变本加厉的伤害你 不管是多大的事,自己不要生气,因为有事当时就解决了 太在意别人看法,自己就变得不重要了 有宽阔的胸襟,是对于值得的人,一个善良,友好的人,我们当然要尊重,友好的与之相处 相反,一个不诚信,对别人苛刻的人,我们同样是要用相同的方式给予还击 和现在人相处,就要,别人怎么对我们,我们就要怎么对别人 从此以后,对自己好的朋友,多联系,为后统当的朋友要远离 别人扶你一把的人不能忘 但害你不惊的人,也不能忘过 你的善良要有点锋芒,别人才会更加尊重你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